全红蝉在去年的奥运会上可以说是一鸣惊人 在十米跳台上的经验技术折服了一众老万 不愧是中国梦之队的一员 但全红蝉妹妹最让人担心的地方 就是她能不能顺利的挺过发育观 毕竟她成名实在是太早了 在东京奥运的跳台上一跃而下 获得奥运会十米台冠军时 她也才只有14岁 身体还没有完全发育的开 能够轻松看出此时的她还十分的瘦小 而对于部分运动来说就是年轻化的项目 比如说跳水还有体操 年轻化就是这些项目的特点 有不少世界冠军都是未成年 而对于这些少男少女们来说 发育观将会直接影响运动员的发挥 有些早年成名的冠军 就因为没能卖过发育观的这道卡 最终草草退役 因为对于这些项目来讲 一些身高体重上的变化都会是致命的影响 先前轻松能够做出的动作 突然发现做不出来了 出现实力上的下滑 尤其是国内竞争激烈的跳水项目 像在上一年的奥运周期里 张家琪起先还能够制霸全国的十米跳台 但也就从两年前开始 突然冒出来的陈雨昕 卢伟等人都对其实现了一定的反超 体育竞技就是这般的残酷 短短一年时间足以改变许多 在这些项目里的冠军小将 如果不想在短短的时间内 被别人弯到超车 后来者居上的话 就一定要克服发育的关卡 对此国家跳水队 也是给全妹妹安排了专业的教练 想必不少人也是猜到了 他是全中国目前仅有的四个奥运五金王之一 他在竞争激烈且年轻化的十米跳台项目中 蝉联了三届奥运会的冠金 他就是奥运五金王陈作霖 也是中国跳水队总教练周继红 安排给全红禅 帮助他度过发育关的主管教练 希望能够将其带到更高的高度 在这里插个题外话 其余的三位奥运五金王 分别是三米台的跳水女王吴敏霞 练体操的周凯 以及国平常兴数马龙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 上一篇我们提到发育关对于跳水体操 这种年轻化的体育项目 是多么可怕的难题 而如今一名惊人的全红禅 也正在经历这段所有上女都要经历的成长烦恼 身体上的自然发育 所带来的身高体重等问题 都有可能会是他未来发展道路上的阻碍 而此时此刻 周继红把当初成功克服发育关 连拿三届奥运冠军的陈若霖 安排为全红禅的教练 正是希望其能够帮助全红禅 如何去控制体重 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当初同样也是14岁的陈若霖 和搭档甲童一起出战世界杯 第一次出征便是一鸣惊人 登上了双人十米的跳台 两年后的北京奥运会上 此时已年满十六的陈若霖更是大爆发 直接包揽了十米跳台所有奖项的冠军奖项 两年后又是当选为最佳女子跳水运动员 此时此刻本以为发育关会稍稍阻碍她的脚步 但没想到陈若霖更狠 做到了常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奥运五金王是如何诞生的 你能想象到每天只吃一顿饭 连续五年都不吃晚饭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吗 何况她还是一位运动员 每天消耗都极大的国家运动员 曾经几度在训练当中饿婚过去 正是这样多年刻苦的坚持 才有了如今陈若霖所达到的高度 就连跳水女王郭晶晶的荣誉甚至都不及她 周济红安排陈若霖 做全红禅的主管教练时就曾说过 全红禅日后所要面临的问题 陈若霖当初都经历过 而且她克服得很棒 所以才能够连续参加三届奥运会 并且拿得五个奥运金牌 对于全媒来说 陈若霖就是偶像的力量 当年被称为孟之队的中国跳水队 像国平队伍一样 从来都不缺乏天才的涌现 许多亮眼的新人 才刚在大赛中斩落头角 很快便被后奔们拍在了沙滩上 有不少孟之队的成员 最终都因为发育过猛 体重无法得到控制 最终被队伍淘汰 像贾同 袁培林等人 早早的都退出了争冠的舞台 而此时的陈若霖暗下决心 一定要控制好体重 连续多年就算再饿再累 也不吃晚饭 零食这些东西更是碰都没有碰过 再次看来 全红柴日后是别再想吃辣条了 当时的陈若霖就想着 等到退役了一定要吃个够 正是在这样的坚持下 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 连续两阶的奥运会 陈若霖都缠连了女子十米台的所有奖项 直到2016年的领域奥运会 都还能再为国家 夺得一枚双人十米台的冠军奖牌 尽管当初说过 退役后会把没吃的零食都补回来 但如今退役后的陈若霖却更美了 私底下她爱美食 爱生活 爱养猫 爱喝茶 唯一的遗憾是 至今还没找到恋爱中的另一半 不过别看她奥运冠军没少拿 如今也还没过30岁 再次为这位跳水女王点赞 忘记能够早日脱单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